中共西常委中排名第三的栗战书 预计将接上中共人大委员长的职位 在中共十九大入场后 与其他常委相比 他先少单独出席公开活动 引外界关注 中共十九大新进的五名常委中 汪洋、王沪宁和赵乐己频频公开露面 而栗战书在中共官媒上单独露面的次数较少 从10月25日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后 直到11月27日 栗战书才首次以常委身份单独出席公开活动 当天他出席了中共农工民主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会见全体与会代表 并代表中共中央制客词 此次栗战书入场 他将接替江派常委张德江 出任中共人大委员长 并分管港澳事务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但向来被外界认为只是一个橡皮图章 举手的机器 去年中共两会期间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曾承认人大是橡皮图章 对于新入场的栗战书为何这段时间如此低调 媒体过息 这跟他接手人大一直有关 在十九大前 一些港媒推测 栗战书是解体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的最热人选 当时港媒报道说 中纪委向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当中 涉及不少国家监察委的内容 若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 栗获会接任 今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公开征求意见的监察法草案中提到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产生 主任由人大选举产生 副主任委员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 该草案将于2018年3月提请审议 大纪元获悉 当初栗战书没接替王岐山的最大原因就是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需要中共人大的支持 需要加强人大的作用 这就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选 而以栗战书过去的党务经验 他无疑是习近平最佳的人选 而江派常委张德江执长人大 暗中作梗 没少给习近平添乱 据报栗战书处是沉稳 对习近平忠心耿耿 深获习近平的倚重 此前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伦敦大学教授史蒂夫表示 习近平任命亲戚立战书出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 目的是以全国人大的支持为基础 为推进立法改革布局 史蒂夫认为 立战书过去的经历正是他可以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上海政法大学教授陈老尹表示 背后有了习近平的支持 一旦立战书长人大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中共全国人大的地位将会强化 随着军改不断深化 被江派长期控制并被称为江家军的武警部队 再被缴械 近日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所属的机动师目前已经全部裁撤 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12月15日综合媒体报道称 改革后的中共武警部队将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中大部分消防等专业部队将被剥离 目前 武警部队已经将其所属的14个机动师全部裁撤 被裁撤的14个机动师所属的56个团 将改为机动支队 编入武警驻各省市自治区内会总队和新成立的两个机动总队 同时所有部队全部一防 10月底大陆官方曾报道 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武警部队改革的相关决定草案 此次武警部队改革的重点是 强化中共和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集中统一领导 贯彻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 按照军事军 警示警 民事民的原则 调整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等 这意味着中共武警部队面临大调整 在今后将由中共国务院 中央军委双重管理调整为军委管理 中共武警部队数量庞大 除了各省市的总队之外 还有十多个机动师 数量高达一百多万人 过去武警的指挥体制表面上属于军委与国务院双重领导 但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法委和各省市一把手所统侠 中央军委的领导被架空 为预防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当局向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 就是要将武警这把枪赶此重新收回到军委主席手中 防范阴谋家利用这支部队阴谋造反 武警部队被称为江家军 江泽民刚上台时 由于邓小平的亲信杨尚坤 杨白冰兄弟掌控军权 江泽民转而以重武警 好聚资扩建武警部队 将这支部队发展成第二权力中央的武装力量 武警在此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规模越来越大 装备越来越精良 官兵待遇应越来越高的部队 也被称为江泽民的私家军 2006年 中共武装警察联集 中队以下协线行动批准权力 下放给省级政法委 武警司令和政委撰文 要求部队向应付民间大规模群体事件方向转变 导致各地动用武警镇压民众抗议的次数剧增 江泽民亲信周永康从2007年成为政治局常委后 为了迫害法轮功和打压不断高涨的民间维权运动 动用的维稳费用逐年增加 2012年的维稳经费已经达到7,018亿元人民币 超过一年6,703亿元的军费开支 中共国防部2013年发表国防白皮书 提到中共武警在2011到2012年期间处置公共突发事件 维护社会稳定等 累计用兵160多万人次 这些大多是官方用来打压民间维权抗争运动 2012年2月6日 王力军出逃美国领馆事件爆发后 薄熙来 周永康企图政变的阴谋被曝光 周 薄政变所移动的重要武装力量正是武警部队 包括王力军逃管事件中 薄熙来曾动用武警包围梅领馆 随后的319政变中 周永康动用的也是武警 19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中 武警部队也是迫害中的重要一环 2006年 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 大陆多个省市的军队 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 均涉嫌火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毕 习近平掌权后 武警也成为对习最大的一个威胁 周永康被调查后 武警部队一直处于被清洗中 直到19大前 武警部队高层几乎被一窝端 自从中共19大召开以来沉默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近期罕见接受了法国一家主流媒体的采访 高调宣称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北京政权 对此 他表示很有信心 这个与某些因贪腐而被查的中共前国安高官关系密切 因而身份尴尬的中国富商 再次吸引了舆论界的眼球 有媒体又开始讨论郭某背后神秘的大老板和他未来的命运 流亡于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他的纽约豪华寓所里 接受法新社专访时 宣称自己希望尝试和拥有法治 民主和自由 他并声称自己高调爆料中共权贵黑幕等行为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更换北京政权 他并表示自己也有信心在三年内就可达成这个目标 郭文贵称 上述计划他已经酝酿了28年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民主运动时 他的一个弟弟就在他的面前丧生 他本人也被关押了22个月 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怀由与中共统治中国的这个现有体制做抗争的想法 不过 上述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遭到了海外一些人士的质疑 法广12月10日的相关报告中披露 郭文贵和他的妻子从今年4月起开始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 他们一直在等待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结果 但一直有批评者指称 郭文贵曾与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着密切联系 在过去 郭某曾长期利用这种强力公权力来攻击打垮自己的商业对手 并因此积巨额财富 因此质疑他本身是一个有缘罪的人 而从他口中爆料的中共其他高层人士涉嫌攀腐的内容 又出于各种限制 其真实性无法得到完全证实 因此遭到外界比较强烈的质疑 尽管如此 郭文贵的爆料活动还是让他的推特账号 拥有了超过48万的关注群体 成为饱受聚焦的政治网红 郭文贵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声称 他正在发展一个新的媒体平台 将于今年12月底开始运营 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向外界揭示充满缺点的中共政权 郭文贵还证实了此前美国媒体上曾一度热传的 有关中共政府的代表案中与他接触的报道 郭称 中共的这些官员们到访美国的目的就是想要 让他销声 郭同时还声称自己拥有双方谈话超过100个小时的录音 针对郭文贵这次接受法媒的专访 据信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日前发文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郭文贵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搅动海内外舆论 俨然成为了国际级的网络红人 由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郭某被迫消停了一段时间 目前他卷土重来 是否预示着郭文贵会再度翻红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文章把郭文贵称为并不光彩的富商 指他过去曾被中共安全部门吸纳 在强力部门的庇护下唐尔皇之地进行强买强卖 或者利用法律的方式打压他的商业对手 同时他也利用商人的身份展开一些情报的搜集等活动 因此他与中共安全部门一些高官通过利益关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文章称 如果没有中共更高级别的人同意 以被捕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 并不敢肆意地配合郭文贵进行那些非法的商业勾当 至于郭的背后更大的老板究竟是谁 是外界非常好奇的一个话题 该文分析称 郭文贵爆料的一些证据遭到外界的质疑 他还因为爆料而同步收到了大量的诉讼 这应该会让他颇费周章 估计北京当局也会强化力量来加速对郭文贵事件的处理进程 因此 在短期内 郭文贵的命运不会超过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 让他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第二 美国可能给过政治避难的身份 但选择让他晋升 然后低调地去发掘他可能的价值 第三 郭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程序 来慢慢应对那些在美国已经起诉的官司 从而达到拖延被遣返中国的时间 但无论哪一种方案 郭文贵的命运实际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而是需要中美两国政府的脸色与合作 近平添乱 据报 栗战书处是沉稳 对习近平忠心耿耿 深获习近平的倚重 此前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伦敦大学教授史蒂夫表示 习近平任命亲近栗战书出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 目的是以全国人大的支持为基础 为推进立法改革布局 史蒂夫认为 栗战书过去的经历 正是他可以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上海政法大学教授陈老尹表示 背后有了习近平的支持 一旦栗战书长人大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中共全国人大的地位将会强化 随着军改不断深化 被江派长期控制并被称为江家军的武警部队 再被缴械 近日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 对媒体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所属的机动师目前已经全部裁撤 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12月15日综合媒体报道称 改革后的中共武警部队将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中大部分消防等专业部队将被剥离 目前 武警部队已经将其所属的14个机动师全部裁撤 被裁撤的14卸任中纪委书记 立霍会接任 今年11月7日 中共公开征求意见的监察法草案中提到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产生 主任由人大选举产生 副主任 委员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 该草案将于2018年3月提请审议 大纪元获悉 当初立战书没接替王岐山的最大原因就是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需要中共人大的支持 需要加强人大的作用 这就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选 而以立战书过去的党务经验 他无疑是习近平最佳的人选 而江派常委张德江执掌人大 暗中作梗 没少给习 中共西常委中排名第三的立战书 预计将接掌中共人大委员长的职位 在中共十九大入常后 与其他常委相比 他先少单独出席公开活动 引外界关注 中共十九大新进的五名常委中 汪洋 王沪宁和赵乐己频频公开露面 而立战书在中共官媒上单独露面的次数较少 从10月25日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后 直到11月27日 立战书才首次以常委身份单独出席公开活动 当天他出席了中共农工民主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会见全体与会代表 并代表中共中央制客词 此次立战书入场 他将接替江派常委张德江 出任中共人大委员长 并分管港澳事务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但向来被外界认为只是一个橡皮图章 举手的机器 去年中共两会期间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曾承认人大是橡皮图章 对于新入场的立战书为何这段时间如此低调 媒体获悉 这跟他接手人大一直有关 在十九大前 一些港媒推测 立战书是解替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的最热人选 当时港媒报道说 中纪委向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当中 涉及不少国家监察委的内容 若王岐山